軟的耶 今天晚上啊 吃飽沒事 我們來河邊 用手電筒照看看有沒有螃蟹 之前我遛狗的時候啊 有經過這邊 然後也是手電筒隨便照一下 那沒想到那個 河裡的那個泥蟹 還蠻多的 有大有小 但是第一次我來的時候就看到 那第二次又來準備網子的時候 那一次就沒發現 那這一次第三次 我再來看看 現在退走 不知道這Gopro在夜間拍攝的怎麼樣 我就沿著這個 沿著這個岸邊 然後一路的 找過去 如果這附近沒有 那我們就再找 其他地方 好多小魚喔 看到一隻 啊 大家可以看到嗎 在燈 燈的其中那個點有一隻 哇 在吃東西耶 不知道在吃什麼 看他在啃東西 好像在啃那個牡蠣的殼一樣 就把網子啊 伸出去 我用的是那個 我用的是那個 基調的網子 機會只有一次 OK OK 照住他了 呵呵 他在 OK 看到他 躲在縫裡面 躲在這個石縫裡面 這隻 沒抓到 沒關係 不要打草青蛇 怕還有其他的在岸邊 等一下再回來看這裡 剛剛以為 他已經進網了 然後我就 用力一撈 結果 沒撈到 沒關係 我們再往前看 喔喔前面那邊又看到一隻 但那一隻 有點小 就知道我正在停下來 那裡 還有那隻比較小 不理他 這裡又有一隻 看旁邊 旁邊沒有 這隻好像可以喔 OK 再試一下喔 照住了 這隻被我照住了 這隻我要慢一點 抓到了 嘿嘿 嘿嘿 這隻很大 這是沙母 把這個燈關了 太強了 有沒有 哇 這隻很大 這是母的 超大 哇 超大這個 這殼啊 這個外殼已經有20公分了 我這手一撐開 是20公分 這個外殼已經有20公分了 這隻很大 放出來 這是母蟹 正在吃飯被我遇到 哇很重 這塊頭很大 這隻 這是沙母很大 哇 OK 通常母的啊 都會給他放回去 只帶你們來 看看這裡邊的 有趣的東西 OK 他回去了 找燈罩的地方躲下去了 我們再往下走 去找 找看看有沒有 公的 大砂公 這裡又看到一隻 這隻是公的 他這個鉗子很大 正前方那個 這隻是公的 這隻是公的 照住了 慢慢的給它撈回來 好 有了 這隻可以 自己斷錢啦 這殼很軟耶 這個夾子夾人都 應該都不疼 這個軟殼蟹 這個可以 你看 公的 這隻也夠大 軟胖胖的 哇可以 軟殼蟹 他想夾我 夾我都不怕 不過好像鉗子這裡還是比較 比普通的地方還硬了一點點 這隻 斷的的鉗 先給它放出來 軟的耶 鉗子一捏就碎了 回家用炸的 酥炸軟殼蟹 我們換下一個地方 這裡看到兩隻 這石頭上面有兩隻 但是這樣看尺寸是不夠大 所以不抓他們 在這裡這樣看啊 那個石頭縫裡面 都有好多小蝦子 那個眼睛啊 都紅紅的 沒有反光 所以看得到他們 好多小蝦子 我們先去看 好多小蝦子 好多小蝦子 就到這吧 這裡好像有一隻 不錯的喔 這隻可以 但這隻難度有點太高了 你們都看到 這種罩的地方 這隻可以喔 公的 這隻可以 我來試一下 這隻角度不好抓 去到旁邊 去旁邊一點 OK 正要回頭的時候 遇到最後一隻 在那 用這個雞拉網 先伸出一個長度 跑出了 跑出了 還在 這水被他弄髒了 OK好 直接給他 在這個石頭後面 我本來有一個頭燈的 但是啊 頭燈 頭燈壞掉 有兩隻手控子就會好多了 好 沒關係 我看看 這個高度好像可以 下去 下去用手抓 先放好 那還在 這個我下去用手抓 這石頭挺滑的 應該沒有了 他就在這桌這些污水裡面 好不對 先去把網子拿好 避免他等一下從旁邊 溜到遠的地方 越久越髒 這下面有個石縫 我還以為這個下面沒有縫 會很好抓 還在 困在前面 這次挺大的 這個雞撈網 一隻手不好控制而已 OK 好像 好像在網子裡面 有 現在緊剩一眼 要推上去 哇 好辛苦喔 二隻好大 被了九牛二虎 終於抓到 OK 上岸 這隻很大 上去把它擋起來 不錯 今天有兩隻螃蟹 待會回家那個軟殼蟹 我就先給它 鹹酥一下 哇 這隻很大喔 這個鉗子啊 有三十寬 這個很大 鉗子有三十寬 超過三十的這個 先給它綁起來 哇 是不好抓 硬流出來 給你們看看 這個很硬 確認一下 爆不爆啊 很爆 這個全身這個可硬幫幫的 好 一半啊 掉過來 好 打好了 給它加強一下 OK 完全固定好了 哇 大砂工 很大 這外殼啊 外殼快二十公分了 這個 手一筆 重 應該要一公斤啦 OK 抓回家 收工 就這樣 一路給它提上車 現在回到我們車上 剛剛這軟殼蟹 夾上這隻 哇 兩隻都很大 哇 兩隻都很大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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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